中國跟梵蒂岡的建交進度停擺 那你說這個東西 我其實對我而言 我原本看來就是很單純嘛 就是說反正梵蒂岡他是教宗啊 他要跟誰建交就跟誰建交 你說背後其實隱瞞了非常大的 外交上的角力以及宗教上的戰爭 其實這個議題啊 就我記憶所知 至少已經討論二三十年都不會 不會有結果的 是嗎 沒有結果 每次都沒有結果 哇 時期在新聞界也知道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 其實坦白講 這是假新聞 你看是哪個報紙刊刊登的新聞 你看最上面 是是是 我的意思是說 你要先了解宗教的理念 基督教理念 有一句話 善與不善 對 就惡啦 善與惡 不能同富於惡 就是牛那個惡 兩隻牛啊 不能一隻是善一隻惡的 對 就是說光明跟黑暗不能站同一邊的 你要先了解這個天主教 范蒂岡的理念 對 這是大前提 好 我就請問嘛 范蒂岡會跟一個無神論 而且目前破壞宗教更嚴重 不只基督教 還活教 回教 包括維吾爾 這個人權問題 更嚴重的人 會建交嗎 尤其是明年二月 習近平還把自己言論 西方人馬上把他想到是希特勒 對 為什麼呢 天主教一致一種內疚 在二戰期間啊 當希特勒不斷地在侵略的時候 天主教當局是沒有講話的 沒有譴責希特勒的 在二戰 我記得二戰五十週年 華國天主教當局 出來向全世界道歉 說我們在二戰期間 我們保持沉默 我們沒有替猶太人講話 我們向大家道歉 所以他有一種原罪感 他知道說不能跟獨裁者打交叉 所以說 如果范蒂岡直接跟中國建交 那等於是出賣 就像過去出賣猶太人一樣 那不是出賣台灣人嗎 台灣是一個宗教自由的國家 台灣允許各種宗教 對不對 連一貫道都合法化 對不對 雙方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爭論 還不是政治 是主教的任命權 天主教當局認為 主教是我自己任命 可是中國不能允許外國 來任命中國境內的主教 中國認為說 我這個主教一定要御用主教 他們有三治愛國教會 就是一定要御用 搞不好這個主教還是要做書記 教會的書記 所以這個爭執 這是爭執的糾纏點 始終沒有解決 這個問題沒有解決 主教任命權沒有解決 就不可能建交 而且中國會先跟台灣斷交 或是在台灣設辦事處嗎 我認為不會 不會 他等於出賣台灣 台灣人出賣自己良心 對 好 講辦事處 想想看 最近立陶宛事件 立陶宛要跟台灣設辦事處 對 中國怎麼反應 也是罵他就把他罵一頓 錯罵一頓啊 我就問你說 換地剛會說 好我跟台灣設辦事處 然後跟你中國設大使館 中國也不會答應的啦 所以這是一個很強烈的對比說 我打包票 只要共產黨繼續一黨專政 而且目前習近平的統治 比以前更加嚴重 民主跟獨裁的對比嘛 你看 為什麼最近歐盟國家 美國 日本 很多像過去被 尤其是被共產黨統治過的國家 你看立陶宛 波蘭 捷克 斯洛發克等 為什麼替台灣講話 他們自身的經驗嘛 對 所以我 如果我在引用梅克爾的話 梅克爾是 35歲以前接受過 共產黨統治 對 他說我們做 做過共產黨的人 都要自我救贖 對 請問習近平聽得懂自我救贖嗎 聽不懂 聽不懂嘛 所以我說 這個議題 事實上是一時炒作 只要 中國繼續實行一黨專政 繼續破壞 而且被更加嚴重破壞宗教 范蒂岡跟中國是不可能 建交也不可能跟台灣斷交的 謝謝中心大哥 宇曹老師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這個中藩建交 其實還涉及到兩個中國的問題 到底你是同時 梵蒂岡跟中國維持邦交關係 也跟台灣維持邦交關係 這裡面 你說其實內部是有非常深的 國際政治的角力在裡面的 對我先講第一點 待會再講那個浩浩要我說的 第二點 第一點其實 梵蒂岡當初跟中國建交 有一個很重要的假設前提 推管信仰 推管所謂的信仰的教徒 讓我去傳教 不要再發生清朝末年 有關相關的教案跟八國聯軍 或是義和團的事情 但是偏偏就發生什麼 全世界只有中國這種國家 你問我就對了 居然成立所謂的宗教管理局 一絲管的是佛教跟道教 二絲管的是天主教跟新教 就是基督教 而且是一塊招牌 他們連神都管 對不對 左手叫做宗教局 宗教局的右手就是統戰部 對 原來宗教要符合統戰的相關的規定 對 更不要說近年來 中共習近平這幾年來 僅說對於宗教的這個活動的自由 甚至打壓跟信仰的自由 對 這跟梵蒂岡當初建交的初衷 根本是違背的嘛 對 我是要讓大家信仰自由 擴大我的信徒 結果呢 信這個耶穌或是信上帝之前 要先符合習近平 要先信習近平 或是要接受統戰部的規範 這第一個啦 對 最主要重點在哪裡呢 藍眉紛紛啊 叫或是唱衰說 哎呀 斷交 我們有不同的視野 凡蒂岡說的是什麼 凡蒂岡說的是現在 北京給我設公使 然後呢 台北的關係呢 我們再看看 對 所以極有可能變成是什麼 兩邊都有 兩邊都有的領事館跟公使館 甚至有大使館 對 這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個 我剛才說嘛 過去我跟你建交的那個初衷 基本上你把我打壞嘛 對 第二個是什麼呢 凡蒂岡也許想要做一個最簡單的示範 什麼叫做兩岸互不隸屬 而且呢 更重要的地方是呢 讓中國最頭痛的是啊 全中國要跟呢 台灣的邦交國建交 或斷交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宣誓 就叫做一中原則 是 簡單講要你承認 用recognize 只有中美建交的時候 美國人比較狡猾 用knowledge 我們都知道了 我們認識到嘛 一中政策 那是美國過去的模糊 故意這樣做的 好不好 讓北京氣腳 但是讓台灣不氣呢 可是現在 梵蒂岡如果這麼做 叫戰略清晰啦 什麼叫戰略清晰呢 事實證明 不論你要說是兩個中國 或是一中一台 梵蒂岡的做法是呢 你要跟我建交 我沒有 不准先跟我提 因為過去的慣例是啊 兩個 中國跟任何國家建交之前呢 中國會先要求 你先跟台灣斷交 對 梵蒂岡現在交證說 我先設公使然後再說 所以 梵蒂岡跟其他國家不太一樣啊 人家是教宗耶 對 而且很重要的地方是呢 當然中國為什麼一定要拔掉梵蒂岡 是中華民國唯一在歐洲的邦交國 給那些呢 現階段跟中國有正式邦交關係 但是要跟台灣 上帝說可以同時有大使館 歐洲的我列舉喔 哪些是天主教國家 對 送給我們疫苗的中歐東歐那些 都是天主教國家 不用我舉了斯洛伐克 尤其是波蘭 是中歐的天主教大國 對不對 對他們來講 民意有兩種 一個是世俗選民的支持 另外一個是上帝的應許 民意是如此 再加上 教宗的態度是如此 那你覺得 是像藍營的媒體講 台灣又要倒大門 要調班交國了嗎 我不這樣認為啦